大眼 风唇 高挺的鼻梁 爱美是人类天性 而且根据国外期刊发布的数据 东方人对于微整形接受度高 就连失作年龄也偏低 不过患者对于医美仍旧有迷思 医生强调 与其执着于五官的改善 来自国外的最新技术 是找出每个人的美感密码 他把全联分很多区域 分区块 每个区块又分很多点 所以会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 然后去量身打招 制造它专属的 最需要它的这个所谓美感 巴西整形名医归整出 东方女性的需求 像是看起来更年轻 更不凶 以及不会有疲累感 以这样的情感动机出发 颠覆传统的医美概念 当她说我希望我的颗 我希望我的颗 我希望我的鼻子 我希望我的腿 我希望我的腿 他们不想只能改善 是否现在你现在看起来 看起来更年轻 这就是为什么你问 或者你想看起来更多 医生提醒寻求医美为诊 做好医病沟通 追求美丽 也能减少风险与纠纷 借账务哲恒 踏不倒